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这节的国语新闻 新闻首先先来看到为了解决罗东运动公园周边淹水问题 县府是计划新建广新抽水站 将水抽入罗东西内 但流标多次 今年再追加1000多万元的经费 期望能够在近期内完成发包 明年完工远离当地水患之苦 罗东运动公园周边北城地区 每逢台风好雨大水宣泄不及容易酿成水灾 经过地方多年的争取 县政府计划新建广新抽水站 将分流北城寸以及歪载歪排水 每秒12吨的水 抽入旁边的罗东西内解决水患 不过却发包多次都流标 为此县府再争取上级1000多万的补助 最佳经费 期望能够在近期内完成广新抽水站的发包 在明年底完工 彻底解决罗东运动公园北城地区的水患问题 目前在罗东有要解决 那个北城郡的一个北城地区淹水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那个罗东应公公园 在罗东西的旁边 有设立一个广新抽水站 那目前在发包当中 那发包以后它可以分流北城郡的水 大概跟歪载歪排水大概12吨 就每秒12吨的一个水量抽到的东西 那这样子就可以解决 北城地区淹水的一个问题 广新抽水站总经费为将近2亿元 期望顺利在明年底完成设置 为居民带来更安全的生活环境 一旦新闻记者史世民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